大家好 欢迎来到会眼看中国 我是小坤 7月12号 日本内阁会议通过2024年版防卫白皮书 其内容强调称 日本正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峻的安保环境 而最大的威胁则来自中国和朝鲜 防卫白皮书中首次表示 由于军事活动的增加 我们不能排除紧张局势加剧的可能性 日本冲绳等地距离台湾仅110公里 有超过5万名美军驻扎在那里 还有数百架美国军用飞机和一个可以用来部署防卫台湾的 美国航空母舰打击群 日本担心中共攻打台湾 战火必将蔓延至其领土 白皮书称 日本除了强化对弹导飞弹的防御外 也必须加强自身的武器能力 中国30多年来 在不透明情况下持续增加国防经费 急速发展核武和弹导飞弹 强化以海上航空战力为中心的军事实力 中共军事力量的不断提高 引发日本及美国的极大担忧 今年3月 中国政府宣布2024年国防预算是 1兆6655.4亿元人民币 也就是2331.76亿美元 年增7.2% 成为近年来的最高 2023年的国防支出是2030亿美元 但外界认为实际数据应该更高 自2015年12月 习近平建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之后 国产东风系列中远程导弹与歼20战斗机 几乎就是中共扬军威的最大资本 早期的国产东风系列导弹以短程为主 射程可以涵盖台湾 可用以威慑台湾当局 在2016年之后 由于针对南海主权争议 海牙常设仲裁法院认定 中国诉求无效 南海争端走向白日化 中共军方首次亮相了东风16型中程巡航弹导导弹 并大量部署在南部战区 该导弹射程可达1000公里 可以覆盖南海岛礁 也能达到日本本土 中国媒体美其名为冲绳快递 显然在下虎驻日的美军 之后 中共军方相继宣布 正式部署射程可达2000公里以上的 东风21型系列导弹 以及射程可达4000公里以上的东风26型导弹 其中DF-21D型被官方称为航母杀手 而DF-26被称为官岛快递 中共宣传机构一边宣扬新导弹的诞生 一边给中国人灌束战狼的思想 中国人可以从中国媒体的宣传中感受到 中国研发中程与远程导弹的目的就是为了打日本 以及打击美国的航空母舰 这一举动让中国百姓的反日反美情绪高涨 2019年10月1号 在中共国庆70周年阅兵式上 首次亮相的东风41型远程洲际弹导弹 官方宣称 DF-41可以携带10枚分岛式多弹头 最大射程是14000公里 可以经过太平洋覆盖美国本土的全部领土 这一消息迎来爱国者的一阵欢呼 终于让美国害怕了 中国导弹20分钟可以到达美国 这样的标题似乎铺天盖地的在网路上刷屏 中国的火箭军是否真的那么厉害 可以跟美军抗衡呢 日本最新的防卫白皮书 却给出了令人惊讶的真相 日本防卫省通过严密调查后 公布的最新统计显示 近一年来 中共的中程导弹数量不但没有增加 反而大幅减少了 日本本土已经成为公认的 中共主要的攻击目标 如此重要的数据 日本防卫省是不可能搞错的 2023年度的日本防卫白皮书曾披露 中共火箭军拥有的中程导弹总计278枚 比2022年增长了24枚 比2021年增长了62枚 数量持续增加 然而2024年度的日本防卫白皮书显示 中共中程导弹的数量减少到212枚 比2021年还要少 习近平去年大力整肃自己建立起来的中共火箭军 逮捕自己轻点的军中将帅 是否导弹也被牵连遭到抛弃了 最令人吃惊的是数量变化最大的当属东风21导弹 中共开发的东风21型弹导导弹系列 是中共官方首款采用固体燃料推进 且可机动发射的导弹 也是世界上首个反舰弹导弹 被中共官方称为具有导弹里程碑的意义 该导弹系列的射程可以达到2000公里以上 可以攻击包括北海道的日本大多数地区 东风21型导弹主要部署在 辽宁 江西 云南 福建 青海等地 它是日本时刻准备拦截的 可能来袭的导弹之一 2020年8月25号 时任总统川普宣布将24家中国公司 列入贸易黑名单 理由是帮助中国解放军在南海建立设施 第二天作为报复 中共向南海发射4枚导弹 分别是从青海发射的 东风26中远程弹导弹 以及从浙江发射的东风21D中程弹导弹 4枚导弹落在介于海南和西沙群岛之间的区域 而那个区域是美国航母的出没地 据当时的香港南华早报 引述了一名接近中国军方的消息人士的话称 此举是向美国发出明确警告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的编辑 防务专家克里斯·奥斯本对此撰文说 虽然美国对被称为航母杀手的导弹威胁 不敢掉以轻心 但是对于导弹能力仍然存在很多的疑问 奥斯本认为 这种能够在导弹飞行中重新瞄准的制导系统 是过去几年中出现的最新技术 中共军方还不具备这种精确击中目标的网络能力 有军事专家表示 要想集中能够以30节或更高航行速度的核动力航空母舰 导弹需要更精确的飞行轨迹 但对于仅仅以5马赫速度飞行的东风21导弹 从实现上来说机动难度很大 但有意思的是数据显示 2022年中共的东风21个型导弹总计134枚 基本跟前两年持平 但2023年减少到70枚 这可以说明中共可能正在淘汰老旧型号 但到了2024年 东风21型导弹已经缩减为24枚 这24枚导弹只是东风21A型和东风21E型 其他的如东风21BCD个型导弹通通消失了 特别是中共号称航母杀手的东风21D也不见了 评论称可搭载核导弹的东风21A 虽然误差精度达300米 但还能执行核弹投放 东风21E应该是最新型号 目前还没有公开资料 其他的几个型号可能都不具有保留价值 如果中共连宣传的杀手舰东风21D反舰导弹 都不打算保留 或许证实原来的吹嘘不只是在试图在欺骗外界 还可能欺骗了中南海 这场骗局的揭穿 说不定跟火箭军的大侵袭有关 6月27号 中共前两任国防部长李尚福 魏凤和双双被正式通报处理 魏凤和2012年到2015年任二炮司令 2015年后任火箭军首任司令 直到2017年晋升军委委员 2018年任国防部长 他对东风21导弹的秘密应该一清二楚 在魏凤和的一系列罪名中 除了贪污受贿 还有一条忠诚尸捷 不知是否因为掩盖了武器装备的真实性能 今年1月彭博社的报道披露 美国情报部门表示 习近平是因为中国的导弹质量出现严重问题 而对火箭军和军工企业高层大清洗 中国的导弹里面装的是水而不是燃料 以及西部基地导弹发射井的井盖 无法有效开河等等 为了实现习近平提出的2027年 实现军队现代化的目标 中国对军方投入了巨资 习近平还将火箭军提升至核心的地位 因为一旦武力攻台 火箭军必将发挥关键的作用 中国军队的腐败已经是天下皆知的 但超级自信的习近平 却认为自己能够建立一个清廉的中共火箭军 最终真实的火箭军依然让习近平丢尽了脸 之前传言魏凤和和反对习近平的武力攻台 或许是有原因的 他很清楚吹嘘出来的导弹装备 使中共在短期内很难攻打台湾 东风21型导弹应该算作败叙其中的豆腐渣 在习近平的怒火中被淘汰了 但从东风21导弹发展而来的东风26导弹 却保存了下来 中共号称东风26的射程超过5000公里 可以对地面和海上目标进行精准的核打击或常规打击 因射程能达到关岛 也被称为关岛快地 也就是说 东风26型导弹足以飞越第一导链 打到第二导链 2021年到2023年 东风26导弹的数量一直维持在110枚 2024年增加了30枚 达到了140枚 由于东风21导弹被大量淘汰 东风26导弹的现存量远远不足 填补东风21导弹的空缺 依照中共对抗美国的战略计划 东风26导弹现在要打的目标太多了 包括美军在日本 菲律宾 关岛 天宁岛 帛琉等的大量基地 还要打美军航母 显然是不堪重负 中共继续生产东风26导弹 或许因为它是现在中共火箭军 唯一像样一点的导弹产品了 这款导弹虽然也号称能打击美军航母 但依照美国专家的说法 中共还没有掌握先进技术 可以引导导弹 追踪快速移动中的航空母舰 那东风26导弹也应该和东风21D一样不中用 只能打击固定目标 这一点恐怕也只有中共火箭军自己最清楚 外传火箭军将领确战 大概也与此有关 所谓的航母杀手 估计也只是一句唬人的口号而已 依照2024年度的日本防卫白皮书显示 中共火箭军早期的东风4应该也被淘汰了 目前中程导弹只剩了140枚东风26 24枚东风21A1 48枚东风17 总计212枚 比2023年的总计278枚大幅减少 东风17是一款高超音速弹导弹 导弹的射程在1600公里以上 据称其速度高达10马赫 2018年开始服役 中共的东风17导弹 从2023年的24枚增加到2024年的48枚 数量翻了一倍 据悉中共号称这款导弹 也能担任打击美军航母的任务 但由于射程不足的原因 必须部署在靠近沿海的地区 被美军反击的风险始终很大 目前美军神盾舰和潜艇 都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 低风导弹系统也已经部署 可发射陆基战斧巡航导弹 最大射程2500公里 美军战机还能发射AGM-158 远程空对地导弹和AGM-183 高超音速导弹 最大射程1600公里 相比之下 部署在内陆的东风26导弹相对安全 但恐怕也防不住美军B-2轰炸机的空袭 还有即将服役的B-21轰炸机 中共火箭军的远程洲际弹导弹 数量也有所增加 东风41导弹从2023年的24枚增加到36枚 东风31维持86枚的数量不变 旧款的东风5从20枚减少到18枚 日本防卫白皮书还披露了中共的核弹头数量 中共目前拥有的核弹头增加到410枚 2022年和2023年均为350枚 2021年为320枚 2020年为290枚 习近平正试图追赶美俄的超级核大国地位 但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差距都很大 目前美国和俄罗斯拥有的核弹头旗鼓相当 总数都在6000枚以上 分别部署了大约1600枚 中国位于第三位 中国除了积极发展火箭武器外 也在战机领域试图追赶美国 中国生产的歼20战斗机 试进美国F-22和F-35之后 世界上第三款进入量产并服役的第五代隐形战斗机 也是世界上首款拥有双座型的第五代隐形战斗机 2017年7月30日 三架歼20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的阅兵上 首次以战斗姿态公开 歼20从2023年的140架增加到2024年的200架 这显示中共正全力加速生产 试图缩小和美国第五代战机之间的差距 目前美军第五代战机至少有731架在服役 其中F-22猛禽战斗机 是世界上第一款量产的第五代隐形战斗机 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之一 F-35散电2战斗机是全球最多国家引进的第五代战斗机 它是美国及其盟国在21世纪的主力战机 虽然中国的歼20抄袭了F-22的外形 但与F-22和F-35的性能是否在同一等级 只有实战才能揭晓 北京定期派舰艇前往东海争议性岛屿附近的地区 而且中国似乎有意使台湾周边军事活动的增加 成为该地区的新常态 日本白皮书称 国际社会正面临二战以来最大考验 国家间的竞争 特别是美中之间的竞争将进一步加剧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正式放弃战争的国家 但习近平上台后 日本当局立即察觉到了他的军事野心 因为中国在大量增加军费开支 并在南海和日本管理的钓鱼岛附近 积极推行领土要求 2015年时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 用强硬的手法让国会通过了一项立法 扩大了被称为自卫队的日本军队的作用 虽然当时遭到了国民的强烈反对 但现在看来安倍晋三是有先见之明的 2022年8月 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后 中国政府用军演做出回应 包括向日本的岛屿附近海域发射了导弹 这让日本人对中国潜在军事威胁的模糊 担忧变得更加清晰 加强日本的军事力量 成为了日本朝野的共识 同年12月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宣布了一项新的国家安全战略 把用于国防的预算增加了一倍 打破了数十年来限制这项开支的先例 首相认为 日本已经到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 有必要加强军事建设 日本希望先购买大约1000枚导弹 其中包括战俘长城巡弋飞弹 然后开发自己的武器系统 日本正式开始装备强大的军事打击能力 这是自二战结束以来未曾有过的 日本的国防开支排名世界第九 日本希望到2027年 年度国防开支达到大约800亿美元 但与美国和中国相比 仍然相去甚远 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 近年来 美国的军费在8000亿美元以上 而中国接近3000亿美元 中国的咄咄逼人的战狼姿态 令澳洲和台湾在内的周边国家 都积极的跟美国合作 建立的体系已经不仅仅是防御 这种走向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 亚洲最大规模的军备竞赛 从日本最新的防卫白皮书内容可以发现 中共不惜一切的发展军备 却正在被经济衰退而拖累 军队的整体腐败以及美国的制裁和禁运 更让中国所谓的最先进武器 成为了不中用的装饰品 世界正在向中共发出警告 如果中共胆敢发动战争 中共军队必将遭到摧毁性的打击 好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收看会眼看中国 欢迎订阅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